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题目 第一小题呢 它说密度为每立方公分1.5克的浓硝酸200毫升 重量百分浓度呢 为50% 那问呢 其中所含有的纯硝酸 有若干克 那其实呢 我们所有的东西呢 我们都先回到这个重量百分浓度的公式 OK 题目问我们呢 硝酸若干克 我们就设是X克 那我们就想一件事情 重量百分浓度是什么呢 50% 代表的意思是说 溶质的质量除以溶液的质量 溶质的质量是多少呢 纯硝酸溶质是X克 那溶液的质量呢 我们知道溶液的体积是200 OK 可是200呢 我们要转换成质量 所以200毫升乘雨 也就是200立方公分嘛 乘雨1.5 就是乘雨密度之后呢 不就变成质量了吗 所以200乘雨1.5 这下面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容易的质量 容易质量 所以下面是多少呢 下面是300嘛 那X除以300等于百分之多少 等于百分之五十啊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 X应该要是多少 X就应该要等于150克 OK 所以呢就代表呢 硝酸含有150克 有很难吗 没有啊 就完全都是按照定义来写的 OK 好 所以这一题呢 就是这样子 这么简单 那我们再来看呢 下一题 他说呢 硫酸酮的这个晶体 呃 长的是这个样子 前面是硫酸酮 后面呢 再配五个水分子 这样叫做硫酸酮晶体 总共50克 然后呢 溶于150克的水中 则此溶液的重量百分浓度为多少 那我们都知道重量百分浓度 W%还是一样 刚刚上面的定义 是什么呢 溶值重 溶值的重量 去除以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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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再乘以百分之百 那所以呢 对冠语学长来说 我就会想要怎么样 把50呢 拿来除以溶液重 就是50加上150会等于200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就应该是什么 就应该是等于 50去除以50加150 然后再乘以百分之百 OK 所以这样算出来呢 答案应该是多少 百分之25 OK 那如果你算出答案是25的话呢 诶 光学长这时候要告诉你呢 你的答案错了 你说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不是25% 好 原因很简单呢 因为我们要看清楚 溶值重 并不是50克 你说什么 我们的硫酸酮晶体 不是50克吗 对 硫酸酮晶体是50克 可是硫酸酮晶体呢 是很多化学题目 最喜欢用的一个化学物质 因为为什么呢 你仔细看 这个晶体里面呢 带了五分子的水 意思是代表说 这个晶体的本身 其实它的溶值只有哪里 其实它的溶值是只有前面的硫酸酮而已哦 后面的这五个水 要算是溶剂 所以对整个硫酸酮晶体来说呢 我们去算一下它的分子量 我们知道 硫酸呢 你去查一下的话是64 硫呢是32 那氧呢是16 所以呢 四个氧呢就要乘以4 那后面呢水呢 我们知道是18嘛 所以呢这边是18乘以5 这边是90 那前面加起来呢 这边是90 这边是64 这边也是64 所以就变成128 128呢再加上32 所以前面加起来是160 你全部加在一起的话 160加上90 就等于250 OK 所以呢 这整个的分子量呢 其实是250 可是实际上呢 硫酸酮在里面只占多少呢 只占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 前面这一些加起来呢 只等于90 只等于160 不是90哦 所以事实上呢 50克当中的这个硫酸酮晶体 50克当中的硫酸酮晶体呢 只有250分之160 是真正的硫酸酮 其他部分是水 所以呢你算出来 你会发现什么 这是约掉 约掉 下面呢变成5嘛 对不对 所以你算出来 事实上他只有32克的硫酸酮 所以我们真正要拿来除以这个硫酸酮的这个硫酸酮 数字是多少呢 这个是要非常小心的 其实是32 除以我们的硫酸重50加150 也就是200 这样算出来 乘以百分之百之后呢 你得到的是百分之十六 所以呢 这个容易真正的重量百分浓度 是百分之十六哦 那第一题是很简单的题目 但是第二题呢 要非常小心 再提醒一次 以后你会很长很长看到 硫酸酮晶体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记得 只有硫酸酮才是真正的溶质 所以要记得 在算溶质重的时候 要先把晶体里面 水的重量先扣掉 所以算出整个分子量之后 然后只乘上 真正是那个分子的分子量 去求出溶质的质量 这样子就OK了